要先表達 這一段時間 我要很感謝海巡人員在 這個捍衛我們台灣海域上面的付出 這部分我想先跟我們海巡人員 先做一個很深切的感謝 但是我們在2018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時候就看到 海巡署的一個特勤隊員的士官長 那曾經他來執行這個醫療候送的 救援任務的時候他其實曾經不幸的殉職 所以其實每一次的救援的行動 我們都可以看出其實是弟兄 其實是拿命在拼搏的 是這樣子對不對 是 正確 那這個書長 我們其實為了要降低人員的風險 跟提高救援的效率 其實我們海巡署現在也開始建立 所謂的無人機隊 再來做協助對不對 那其實在這個3月16號 也就是上週 我們在媒體上面看到其實看起來 海巡署要出動這個無人機 來參與搜救這個中國的漁民 因為漁民翻覆要去搜救的狀況 我們看到新聞蠻大的 說到要 我們還要出動無人機了 那我想請問署長 那這一次任務成效的評估如何 所以我想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一次發生在東定島的救援事件 我們當天的因為天候不是很好 那海巷也不是很好 那到了下午以後就會起霧 到夜間幾乎都是濃霧 那我們這次確實有將我們金馬鳳分署的兩架 多懸役的無人機有帶到現場 但是很可惜因為海巷的影響 以及天候的影響並沒有讓它起來 所以我們準備要用無人機 結果把載到了現場 但是因為天候的原因所以沒派上用場 我這樣理解有沒有錯誤 好 那我想署長 為什麼沒有出動 我們其實有買啊 25公斤級的這個無人機 它的飛行距離長 救援能力也強 而且也可以有即時的監控 甚至也有一些相關錄影的設備 其實當然這一次我們的金夏海域的這個 事件裡面 大家說即時監控設備很重要對不對 那為什麼沒有派這個25公斤級的無人機去 特別跟委員說明一下 目前我們這個第一代的這個無人機的區隊啊 只建立在北中南東五個分署以及加上艦隊分署 金馬鳳分署並沒有建立 為什麼沒有建立 因為當初我們看起來現在有很多的需求啊 對 我們當初考量就是因為金馬爾地區 它是一個非常狹窄的水域 那麼這個這個空域跟相關的要求都比較精準 那也比較敏感 所以我們希望在我們北中南東以及艦隊分署 我們在使用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在我們的技術各方面精準了之後 我們在陸續的評估之後看是否可行 在前推到金門跟馬祖 雖然我現在要跟你討論的事情是說 當然我們這一次看 我現在不是說我們無人機只是來救中國的漁民 也許有未來有機會也許會救到台灣的漁民 這是不分的 但是就救援來說的話 當然我聽得出你剛才講的意思是 我們也許在國安上面或者等等上面 會有一些相關的考慮 那是不是要使用這個相對比較大型的無人機 可是我自己是希望說你應該可以跟國安局 我覺得針對這個事情在好好的討論 因為如果我們購買購置了這個大型的無人機 而且它其實包括它的能力也比較好 它的這個它的移動的抗風能力都比較好 那到底在什麼樣子的情境下面 什麼比較彈性靈活的情境下面 我們適合來使用 而不會讓其實這看起來像這樣的救援 不管是救大陸或救以後也許會救到台灣的人 其實我覺得這對台灣這個形象都相對是好的 尤其是我們看到現在中國正在這個灰色地帶的這個戰略裡面 各種不同的侵擾 我們其實做這件事情 但同時我更在意的事情是 如果我們都要派人去救 其實就像我一開始說的 它是有人生風險上面的安危的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如果未來可以派無人機去 能夠盡量派 可是你現在有這個國安上面的疑慮 我自己是覺得 你看相比於中國他們的做法的話 我覺得我們是不是可以有更靈活的思考 來去想說 來去思考 我們無人機使用的時機 跟時刻 跟適用的狀況 而不會讓我們買了 花大錢買了這個東西 結果 卻好像有點無用武之地 那我覺得這部分 這個 蔡局長你的看法 這部分 我們國安團隊幾個部會 有在做相關的演議 那委員說的沒有錯 就無人機來講 他在進行海上的巡譯 搜救甚至搜證 可以發揮非常好的功能 那這部分我們來做整體的評估 看資源分配上怎麼樣來做處理 因為現在看起來 今年看起來 其實在這個兩岸互助救援的案件數 其實就增加了蠻多 當然 這是不是中共刻意為之的 這我們不知道 當然我們不知道 可是救援的案件數看起來增加 也許接下來還會有其他的需求 對 恐怕我認為 只會多不會少 所以我是希望國安局跟我們海巡署 能夠共同研議 怎麼樣更 讓無人機更好 更適切的使用 更靈活的 然後來取代 或者是來盡量的來協助 我們用過去用直接的人員去 可能要承擔一定風險 這樣子的狀況 我覺得這部分 我自己是希望說 我看到 我們說要用無人機 但為什麼 沒用 是不是我們會不會有太多 把自己給綁死的規矩 我覺得要更靈活的看待這件事情 對 相對於中國 中共 他們這樣子的戰略 我覺得這部分請兩位 回去 我們再仔細的再來思考 包括我們使用的方案好不好 對 針對中共灰色地帶洗腦的各種新的樣態 我們也要不斷的來提升我們本身 在這方面的量 那無人化跟智能化 是未來發展的重要趨勢 策畢長 我最後想提醒一件事情是 對 當然香港的議題 香港現在在這個 他們的23條的立法的問題 23號會開始施行 對 他施行的狀況怎樣 他有很大的裁量權 對 我們其實知道有非常非常多民主派的朋友 其實現在全部都被港府跟中共 目前其實關押在監獄裡面 是 我覺得要非常非常審慎的 來提醒台灣的民眾 是 赴港 可能接下來會有的風險 因為我們真的不希望有任何一位台灣的公民 因為赴港 可能他在 這個他可能是無意識的 或者他已經習慣了自由民主的言論的 表達的方式 但卻在這個狀況之下 遭受到各種意外的狀況 尤其是港府在實施國安法以後 他會怎麼採取 我們不知道 但每一個案例的發生 其實對我們來說 都造成了國安上面的風險 或者是處理上面的困難 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我們要非常非常嚴正的告訴 台灣的民眾跟台灣的社會 怎麼來應對這個狀況 我覺得不是只是發一個新聞稿就可以的 好不好 謝謝 這部分我們會繼續來蒐集相關的案例 那也會做必要的揭露 讓國人有更方面 更高程度的一個警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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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接下來請